艷阳五月天27日台北38.2度 创下120年来5月最高温 30日用电量更标破3677.14万瓦 创下历史新高 企业也忧心供电将再拉紧包 电的不足会影响到整个工业 商业跟民众用电的幸福指数都会下降 直言对供电没有信心 30日被转容量更仅剩123万瓦 瀕临限电红灯门槛边缘 林伯峰也说在能够稳定供电前 非核家园调涨电价都应该先暂缓 5月29号 这个被转容量已经降到3%以下了 那么同时我们降低于6% 已经有超过十几天了 跟稳定的供应 我们是感到忧心的 梅雨季迟到不止宫电吃紧 水勤也吃紧 水库跟水稻的清淤 那么同时对于再生水的利用要加强 未到七八月夏季 以兼锋供电却持续亮橘灯 企业界也提出抢电大作战 桃源的工厂的屋顶现在已经全部是出租做太阳能了 所以我们出租给别人的话 当然我们成本是比较 以这个部分是低啦 石油上升 这个价格上升 如果电费如果会往上升的话 当然工厂还是会有一些负担 以目前绿能的扩张速度 也许赶不上整个就是企业界用电的需求 用电量创新高 倍准容量再探新低 台电机组乐月归队后 可否担任关键救火角色 外界都在等着看 东森产经新闻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